台东县长黄建廷抗力12号的上午 在社会处长曹建秋等人的陪同下 来到了北南乡 出入社区关怀据点进行慰问的工作 同时和长辈共同体验包水饺 也和长辈一同吃中餐画家常 另外也分送了香蕉给长辈 同时希望台东的乡亲要多多的购买台东的香蕉 同时享用台东在地的农产品 在食安问题及人口老化等冲击下 鼓励社区开办福利服务单位 是目前台东县政府重要的施政之一 县长黄建廷12日上午也特地走访出入社区的关怀据点 并与长辈们共同包水饺吃中餐 同时也关心长辈们最近的情况 今天特别到出入来 跟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的老人家长辈们 一起来活动 我们今天是包水饺煮水饺 然后大家要一起共用午餐 台东县现在有59个这样的社区的关怀据点 那很开心我们都可以找到很棒的民间的团体 来经营这些 跟我们合作一起来经营这些据点 台东现在的这个据点 这些关心关怀照顾老人的这个据点 已经有120站了 那120站其实是全国最多的 也是人口覆盖率最高的 我们希望持续在这个这样的社福的这个政策上面 我们持续来落实 持续来推动 让台东的老人家都能够每天过得很开心 可以活得很健康很快乐 看到现场的到来 让据点内的所有长辈都露出开心的笑容 并表示这一餐吃起来特别的美味 透过课程设计及中午共食的方式 让社区的长辈有活动的空间以及有事情可以做 那我们开放的时间的话都每周一到每周五 早上的八点半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半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分成上午跟下午的课程的话 我们有周一到周五的静态的健康促进 还有动态的健康促进 那另外我们又资源连接到我们所谓的卫政 还有警政那边 那会做一些老人福利的宣导 社区关怀据点的设置 除了让长辈有地方可以学习其他记忆之外 也能借由据点提供长辈更好的照顾 让长辈们可以过得更快乐更健康 记者陈继玲 悲难相报答